各位朋友们好 吃了吗您在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频道 听我讲老北京的往事 我有两个小学同学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他们俩住一个院 三间大北房是女同学 东乡房三间男生的同学住 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在这个院做小组 我们去这女生他们家 三间大北房 前出廊子后住啥 做完小组之后 我总是跟着这位男生同学 又到他家去 他家就是住在这个院的东房 跟他再玩一玩 然后再回家 到文化大革命了 这个女生家被抄 女生家是地主 不但被抄遣送原籍 这家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66年以后还常找我这个男生同学 到他家去 他的父亲是小学校长 母亲是小学教师 他父母也是进牛棚 反正是不回家了 就这一个同学在家 我经常找这同学去 可是这个院里边 这个三间大北房和这个三间西房 还有两边两个二房 红卫兵总部就在这儿 我找我的同学去 悄悄的偷偷摸摸的进我的同学家 进去之后赶紧插上门 弄一大帘子 把这个门 把这个窗都给他蒙上 漆黑一片也不开灯 我的同学呢 他们家有一个收音机 他们家那个收音机叫做四个灯的收音机 他们家的收音机和我们家的收音机是一模一样 叫做北京牌收音机 干嘛呀 打开收音机 听短播 这短播声音 呲啦哇啦呲啦哇啦的声音 偶尔的就能听得到 当时叫第一台广播 里边讲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 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 现在开始播音 这是苏联台 当时就在这个苏联台这里边 拼了四十年代的一位中国的最最红的金剧表演艺术家 马连良先生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 在死之前挨批斗 我们现在放一段马连良先生的一个段了 甘露寺马连良先生的淮河营 又听一段怀河营 时老安留啊 又听一段 还有我从美国之音里面听到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马思聪先生到美国了 他是从广东啊 偷渡到香港 从香港又周折又到了美国 到美国 马思聪先生最近要到台湾进行演出 下边听一段马思聪的小提琴什么什么曲啊 这些个都是我在所谓低态听来的这些个消息 我在他家这就听到外边哭的声音 嚎的声音 叫唤的声音 完了之后抽皮带的声音 抽这个耳光的声音 红卫兵总部就设在这个院 就设在我们同学 我们这女生他们那家 我们曾经在这做小组的那个三间大北房里边 红卫兵总部就在这 抓了那些地妇反怀 又抓了的话 就审讯就打 就在这个院 有这么一天 我呢又是想到我的同学他们家 当我走到这个大门这 外边停一辆手推车 那时候叫牌子车 当我走到这个车的这 我还没有进去呢 从门里边可就出了一队人 这一队人一出来 我赶紧闪尸 这几个人就从我身边过去了 这个时候我在一看 两个人搭着这一个死人 这两个人就把这个死人放在车上了 车上是一个席子 一个破席子 车这边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把这席子一溜 把这个人就顺过来 顺在这了 我再一看那车上 算成这个人仨人了 三个尸体就在这个车上了 这两个人又进去了 前脚进去 后脚又两个人又出来 又是一具死尸 又搭在车上来 又一位 然后我就到旁边看着 我大概数了一下不下十个尸体 这个是1967年不下十个尸体 在我旁边过的这尸体 都是这个写了呼啦的 这时候三四个人 前面有驾员的 后面有推车的 就走了 您要不注意的 还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这十位姓氏名髓啊 这十位是怎么回事啊 一概不知 是怎么死的呀 是驱死的呀 是不是罪有应得呀 是不是该死啊 一概不知 这一幕 哎呀 我印象太深了 今天这故事呢 我就讲到这儿 回见了您奶